大家好 我是老船長 台北股市今天比較有震盪 因為昨天晚上叫做 Last Night 你正在呼呼大睡 或者是你很緊張 盯著道瓊 盯著NASDAQ 廢半 再看 結果很失望 對不對 那心裡在想 台子期昨天半夜最多跌110幾點 那今天台北股市一定完蛋 對不對 所以你就準備好 今天一開盤 你就要幹什麼 對 散戶就是最拿手的 就是亂砍股票 看到沒有 這個就是散戶殺的 有沒有 砍啊砍啊砍 砍到這邊 發現 怎麼砍不下去了 被人家接走了 對不對 最後是最後一盤 台北股市的小跌 有沒有 二十幾點 有交代一下 OK 各位看 長長的下影線 那再看看我們的王冠AI系統的指標 手指頭拿出來 叮咚按一下 這邊 對 有沒有 叮咚 看到沒有 沒有動啊 還是在王冠宏的架構啊 那既然是一直在王冠宏的架構 大家覺得應不應該放空 老船長這個是好像不應該要 對 所以我今天測標也寫得很直接 放空的朋友你也不用太介意啦 因為介意也沒有用 哈哈 我的意思是說 就是對 嘎好 嘎爆 嘎滿 當然就是舒服嘛 對不對 因為你被嘎死的時候 一定有人做多賺番嘛 是不是 那去放空的人一定是少數的 所以我們要恭喜 你的股票 等一下我會示範給各位看 如果是這些股票的話 那麼做多的朋友 老船長恭喜你們 對不對 那你呢 不去做多沒有賺就算了 你看他不順眼 你去空他 還有一種比這種更倒楣的 就是他其實也沒有看他不順眼 他本來也沒有想要去空的 但是他參加投雇公司 跟了空投大老書 交了一筆很多的會費 對不對 等於一次扒兩層皮 那重點還沒講完喔 馬上股東會 對不對 要展開的話 你龍券要怎麼樣 強迫你回補 懂不懂 不是說我不補啊 我跟你拼了 沒有這回事喔 強迫就是你一定要怎麼樣 認賠 明白嗎 那這些主力大戶都知道 所以他們一定會把你們怎麼樣看這邊 對 會嘎好 嘎爆 嘎滿 然後他們會怎麼樣 很舒服 那我的節目已經講了無數次了 我說當你在看一個分析師分析的時候 你會發現他分析的跟事實是完全相反的 然後他找了很多奇奇怪怪的理由 來怎麼樣 來詮釋 他之所以會這樣子看 但是你因為看一個節目看21集 科學報導說 同樣一件事情它是假的 但是人家跟你講21次你就會信了 再加上空投大老書他可能有很多的粉絲 對不對 每天按時收看還按讚 那這些人當然就是所謂市場的豬腦袋 對不對 那他們每一天信奉也好 膜拜也罷 對不對 但是這些人裡面一定有人會付諸行動 去放空 也許不是空 因為他可能沒有參加空投大老書的會員 他也許是看到別的股票漲 他看不順眼他就空了 你這個基本面 已經怎麼樣本益比過高 或是你公司根本虧損 你不應該漲的就空 股票市場沒有應不應該 當你認為應不應該的時候 就是你本身就是豬腦袋的 股票市場哪有什麼道理可言 對不對 好的股票它不漲就是不漲你咬它 是不是 一些不賺錢的公司拼命漲 那怎麼樣 對不對 所以你自己本身 不了解股票市場 它的一個遊戲規則 還有它的怎麼樣習性 你就像那個小白兔的 霧霧蟲鳴的小白兔一樣 那你當然是任人宰割嘛 最後你就走向歸零高之路 再去工作 一二三四五六年 又瞪了 這老船長你已經講很多年了 我相信這麼多年我救了很多的觀眾 但是有更多的觀眾一定是怎麼樣 不相信老船長 甚至跟老船長對坐的 他們現在可能在各個大樓的管理員 的位置上面 在想我當初為什麼不聽老船長 對 這就是我常講的中言怎麼樣 逆耳 不聽不聽不聽 沒關係 好 那麼既然台北股市還是在多方架構啊 第一個你就不要去放空 你如果空到我現在講的股票 你就是衰小朋友 首先我們來看一檔 一五開頭的 我已經講好幾次了 叫做華晨 華晨我說過它除了風力發電之外 它還有電動裝 就是電動車你不要充電嗎 有電動裝這一塊 等於它兩大天王級的題材 那第一個風力發電的題材 我說過在別的股市是沒有人要理的 是在台灣 因為它是小英總統的政見 這第一個 第二個 夏天的腳步已經來了 對不對 越來會越熱 它越熱就越有可能會缺電 越有可能缺電就會跳電 懂不懂 這一跳電可能又一支漲停板 所以我就說有些股票它有它的地域性 它在別的國家的股票市場 可能沒有人要理它 但是在台灣這塊土地上面 大家知道 夏天是容易缺電的 所以小英總統說我們不要怎麼樣 我們要綠能發電 所以風力發電 就是一個很棒的題材 那馬上明年要選總統 是不是 這樣會流開 所以1519的滑乘 再加上電動車的題材 我講過 它一定是15裡面最強的 對不對 是不是 請問一下 這樣子有沒有 嘎好 嘎爆 嘎滿 然後怎麼樣 舒服 有嘛 對不對 那你看一下我們的系統 來 1519 1519 我現在講它就代表所有的 就代表所有的15開頭的風力發電 有沒有 一直都是在王冠宏的視力範圍 請問一下在王冠宏可以放空嗎 小朋友都知道 那你現在空滑乘的朋友 我直接告訴你 沒救 因為股東會要來了 強迫回補 你本來去做多滑乘 你可以賺到翻過來 或者是你做一個觀眾 也跟你沒關係 英文叫做 對 Nothing to do with you 那你偏偏怎麼樣 要看它不順眼 你偏偏要相信 Your teacher 你的老師 說這個盤是 漲假的 放空賺的比較快 對不對 然後你就自作聰明的 找了這一檔 或者是這一檔 是你的老師發口訊 叫你空的 那個都不是重點 重點是你必須要怎麼樣 離開股票市場 但你要記得是誰害死你的 你也要想一下你看誰的節目 誰一而三再而三的怎麼樣 提醒你警告你不要放空 而且直接點名一五裡面的滑乘 對不對 那這還不夠看 對不對 現在滑乘人家還是精精掌 有沒有那種一次想給你死的 有 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檔叫做什麼樣 叫做副野 2736 各位看一下 2736現在在這個位置 它直接跳上來 一次要讓你死 2736 這都有龍券不要亂來 關門放狗 這一架到底 對不對 那這一家公司你注意看 第一季賺0.79 它去年只有賺0.24 因為疫情的關係 它第一年就賺到0.79 換句話說 疫情過後 當然要有所成長 對不對 那你還活在那個疫情時代 富野這家公司 不怎麼賺錢 空它 然後呢 對不對 乾脆一點直接跳上來 那你為什麼不去做多它呢 你看我們的系統 王冠剛剛紅 人家衰小朋友那麼久了 對不對 有疫情 對不對 好不容易王冠剛剛紅 你可以去做多嘛 是不是 你非在王冠剛剛紅 對不對 而且紅了一段時間 準備要噴了 你去放空它 你這兩天空的 你完蛋了 你知不知道 你可以兩天輸20% 甚至你更早空的 你已經輸幾十%了 有沒有救 各位觀眾 沒有救 我從來不會騙觀眾 說這還有救 你趕快來找我 老船長幫你解套 很多頭顧老師都這樣詐騙 你一聽相信了對不對 因為你病急嘛 亂投醫嘛 終於找到了 或是你在這個 這個川流裡面的 快要被淹死了 找到一個浮木 你就想要抓住嘛 那這些頭顧老師很壞 他就騙你說 如果這種情況 你趕快來找我 我來幫你怎樣 有沒有 那都詐騙了 這怎麼幫啊 那股東會還要回補股票 那怎麼幫你告訴我 這沒有救 那這些人 就是要離開股票市場的人 懂嗎 那這個就是27開頭的 觀光類股 嘎的更兇 因為你看嘛 他的股本值有多少 4.8億嘛 這個阻力隨便他嘎 他要拉80根漲停板 我看也沒問題 你懂嗎 他不是大型股 我一直強調 千萬不要空小型股 導播 提供您上市上櫃第一手訊息 我們擁有日夜盤最先進王冠AI智慧系統 方向清楚掌握致富關鍵 顧德頭顧老穿帳 是您古海中的一盞明燈 顧德頭顧諮詢電話 0800-555-808 0800-555-808 您的理財專家 顧德頭顧 我們擁有一流證券、期貨、分析師陣容 多空雙搶操作 為您累積財富 兼容市場 軌距多變 您需要更全瞻、更專業的團隊 更擁您避開風險 再創財富巔峰 顧德頭顧 洽詢電話 0800-555-808 0800-555-808 想瞭解最新台股走勢 是股市民視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鼓動乾坤 好 其實很多事情 只要一秒鐘 就可以解決了 對不對 像我說這個股票 對不對 富野 你如果有安裝我們的AI系統 對不對 王冠AI系統 一秒鐘 那個結局就是不同嘛 對不對 大家看得很清楚嘛 這個是王冠紅啊對不對 要嘛做多 要不然就不要放空嘛 對不對 你說你在王冠黑去放空 你不見得賺得到大錢 但你至少不會賠錢嘛 這一段還可以賺一下對不對 但是我打X 我說不要去空股票 一秒鐘 你只要有眼睛 20歲到80歲 手指頭動一下 一秒鐘 你就知道要怎麼樣去操作 所以我常講嘛對不對 很多人很鐵齒 他堅持要做什麼 對 他堅持要做豬腦袋 對不對 他不願意做頂尖的操盤手 你如果有王冠AI系統 你說你會是豬腦袋嗎 你會被人家騙嗎 空頭老叔每天騙你啊 每天講故事啊 故事編不完好厲害 一下分析這個 一下分析那個 全球的時事由他來掌握分析啊 那奇怪 他怎麼分析跟事實的結果 是相反的 金光檔 對不對 我建議你的老師 應該到柬埔寨去 應該有很大的一個發展空間 是不是 好 接下來我們再繼續往下看 當然啦 我不希望你們有這些股票 對不對 你來股市本來是要賺錢的嘛 那你來是要投資還投機 老船長是這樣啦 本來剛開始的時候 我們是來投資啊 時間久了我們就變投機了 對 你會去放空股票 就是你有一顆投機的心 不是投資 投資是說我們找一個好的公司 對不對 我們知道呢 它與日俱增 它在逐漸的進步 對不對 那麼時間久了 我們可以賺一個大波段 這叫投資做多 你不是耶 你在股市到處在找 哪一家公司要倒閉 哪一家公司要衰退 不對了嘛 那個整個心態就不對 所以你看我做分析是這麼多年了 我都不大願意帶投資人去放空股票 你知道嗎 就是因為我不希望大家逆向而行 對不對 那早晚會出車禍啊 你們車子都從這邊來嘛 你非要跟人家對著幹 技術很好我可以閃 早晚嘛 對不對 好 我們再來看這一檔 也是赫赫有名的5706 一樣 觀光類骨 各位看到沒有 它的名字叫什麼 叫雲品 來請大家看一下 這裡王冠剛剛紅 可不可以做多 可不可以 麻煩你問一下你旁邊 你兒子跟女兒看看可不可以 我在想 你可能看不懂 你兒子跟女兒大概看得懂 因為我交一次就會 好你不做多沒有關係 對不對 你說我要去放空它 這是王冠紅 你好大的膽子 來5706 5706 各位觀眾 有沒有舒服 很舒服對不對 關門放狗 鎖25000多張 空單收盤就叫救護車了 你去想你去空鳳凡 被嘎了幾十%的時候 今天收盤你眼淚要不要掉出來 老船長問你到底是誰害了你 一種是被人害嘛 哄害嘛 對不對 一種是自己害自己 你今天會走到這個田地 你一定是一個很主觀的人 就是通常主觀的人都是只聽好話 忠言逆耳的話他是聽不進去 我不知道你周圍有沒有這樣的人 你有這樣的朋友你要離他遠一點 就是一意孤行的很自我的 這種人會去放空股票 還有一種就怎麼樣 耳根子很軟沒有意見 看到空頭大老叔講得好有道理 對不對 然後因為心裡害怕怕盤會跌下來 對不對 就去參加嘛 然後人家叫他空什麼 空鳳凰嘛 說這個是假的 漲假的 公司很爛虧損不賺錢 你注意看 他是虧損沒有錯 但是人家可能有進步 對不對 為什麼 你看這個營收 因為疫情怎麼樣已經過去了嘛 哪怕他的這個進步 你看不上眼 你不欣賞 你不去做多他也沒關係嘛 你至少沒有賠嘛 那你現在的情況是殊死 對不對 你有安裝我們的系統 第一個你不會去空他 第二個你王冠剛剛紅買進去 你可能收盤會這樣子 真的假的 這是不是做夢賺這麼多 我對不對 所以我剛剛不是講了嗎 一秒鐘就大不同啊 人生會不會大不同 真的會大不同 一秒鐘啊 因為當你在決策的時候 你在下單的時候 我告訴你散戶都是幹什麼 你知道嗎 我給你看 散戶下單就像拔掉 有沒有 都在賭博 但是你擁有了王冠AI系統 下單不再怎麼樣 像賭博一樣嘛 你不用猜嘛 答案給你看了嘛 像有些股票他王冠黑 你要去買的時候 看你就不要買嘛 你本來要空的 王冠紅不要空 那最好是王冠黑 你也不要空嘛 對不對 那這些產事會不會發生在你身上 你告訴老船長 你空富野被嘎死 空華城被嘎死 空鳳凰被嘎死 這些慘劇 絕對不會發生在你的身上 收盤也不需要叫救護車 那到底是誰害你的 如果是你自己害你的 沒話講 男孩子像條漢子一樣扛起來 對不對 那如果不是別 不是你自己害你自己 你是參加投顧公司 跟著怎麼樣 空頭大老輸 那我告訴你 你也沒責 因為他也沒有犯法 他叫你放空股票 證券投資顧問 股份有限公司 你請他做顧問 他給你建議嘛 你做不做是你的事 對不對 本來就可以建議會員放空股票 沒有錯 他沒有犯法 所以你拿他沒責 當你輸到掛掉的時候 你怎麼樣 走向歸零高之路 再去工作 一二三四五 六年再回來的時候 對不對 在這六年你的煎熬 你可能去做大樓管理員 對不對 很辛苦 你本來很有錢的 但是You're a teacher 你會發現他依然在怎麼樣 螢光幕前 風生水起 因為你們的錢都到他口袋去了 今天掛的是你不是他 你要搞清楚 懂不懂這裡是社會 船長社會怎麼可以騙 柬埔寨是一個國家 專門在騙的 你懂嗎 不要把你在學校 讀的教科書的理論 拿來怎麼樣 死背 那你會完蛋了 對不對 你像北韓有沒有人權 沒有人權 美國還去拜訪他 還跟他握手 美國你不是講就 就專門在講民權 對不對 民主自由嗎 你怎麼可以去跟 北韓的領導人握手呢 就跟你講嘛 所以不要去相信 你學校教科書上教的東西 那都是騙人鬼扯淡的 很多啊 懂嗎 好 那麼我們最後再來看這一檔 也是赫赫有名的 叫做2748 對了 他叫什麼 叫雲品 雲品飯店有沒有住過啊 在日月潭 嘎的好爽 來 王冠宏可不可以做得多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不做得多沒關係打叉 可不可以放空 你空你試試看 2748 你空完了 我給你保證 一定怎麼樣 很舒服 關門放狗 保證舒服 收盤一定叫救護車 但是你放心好了啦 沒有用 推進去 人家跟你講 這沒有救了 因為 股東會到啦 強制回補啊 主力他逮到這個機會對不對 疫情過後 旅行社 觀光業 要蓬勃發展 隨便腳拉拉都比以前營收 獲利要好嘛 對不對 主力人家有腦袋的 資金往這邊拱 而且你注意看 都有個特色叫做小股本 他高興怎麼拉 高興怎麼玩 玩死你 嘎死你 輕輕鬆鬆 對不對 他只要算龍券張數 假如要有三千張 他就賺這三千張的錢就可以了嘛 你乖乖要給人家 對不對 所以最後我再問你一次 今天是你自己害死你自己 還是你的頭顧老師害死你呢 你把這問題想清楚 對不對 那老船長怎麼辦 這麼多老師都是在騙人 在害會員的 很簡單嘛 你如果有這一套系統 天王老子 包括我老船長 也沒辦法害你 對不對 譬如我要叫會員放空 老船長這個王冠紅 你開什麼玩笑 對不對 做多 去買一個剛剛好 變得王冠黑的 也不行 所以他來怎麼樣 把關我不敢造次 是不是 你參加別的老師 他送你一大堆的龜靈膏 你參加我 我送你這一套系統 這一套系統一年十幾萬免費 你參加我 你就可以拿到 你的操盤室裡面操盤桌上 明天開始就有這一套系統 一秒鐘就可以改變你的人生 好不好 你不要 你去參加那個 參加之後什麼都沒有的 然後每天發口訊騙你的 做多一個月 你參加買了180檔股票的 然後也不出的 我知道這種投資人很多 都有這種遭遇 反正老船長講他們都不信 去了掛掉以後才信 掛掉也不要來找我 我這不是慈善機構 對不對 你要去想 我如果今天參加一個投顧老師 我最起碼可以拿到一套 一年價值至少十幾萬的操盤系統 我就什麼都 我就不輸了 我會費不會白交 也不會被人家當潘娜 有沒有 在那邊豬腦袋那邊宰 對不對 看完這一集 你決定好了沒有 如果你不要再當豬腦袋了 你要當頂尖操板手 那電話在旁邊 你現在拿起來 從明天開始 你就是股神武 信不信由你 現在開始拨打安裝 本同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今每次一集 Çünkü 阿檀 是 今天 hopping 是 lover 躲 快 iken 可